大家好,我是卡姐 今天仍然很冷 你看這個水池差不多結冰 但是今天卡姐都要出去 因為卡姐的孫子跟我說 她是媽媽的 可不可以教我們做一些菜 又飽肚的 又不會吃肥人的 我說,很難的 好吃的菜一定是吃肥人的 都儘管去想想 今天要煮什麼菜 首先先喝一杯咖啡 充一下電 卡姐的孫子都很大 因為卡姐很早結婚 我的孫子高過我 昨天跟孫子聊天 他們叫我 媽媽,你試試自拍 自拍一段 我說,蝦子的 蝦子都不怕,你試一下 等下看看回家 拍不拍到 拍到 分享給大家 喝了一杯咖啡 這個喝咖啡的地方 就是這個環境的外面 但是她的咖啡 完全不合格 不好喝的 不過算了 下次就不會來 喝的了 還要是給現金 不省錢的 Hello,我是卡姐 今天卡姐又去買菜 買了一堆菜 因為 晚一點就去做一個 部隊鍋 和朋友聚會 等下我又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買了什麼菜 Hello,我是卡姐 剛剛出去買菜 很冷很冷 買了一些準備做部隊鍋的菜 很多人都會出去吃部隊鍋 今天卡姐就試一下 在我們的會所 和幾個朋友去煮這個鍋 看看卡姐今天又買了什麼菜 今天我看到這些 薯仔很漂亮 好可愛 這包薯仔 買了這包薯仔 另外還有的 我現在拿回來看看 我今天買了一些 夠不夠色 今天我買了一些 很划算的 韓國的公仔麵 牛骨湯麵 買了兩包是5.98元 是否很划算 你買了一包 牛骨湯麵 3元都算是划算 兩包是5.98元 我買了兩包 拿來做什麼呢 做部隊鍋 其實我還未買齊的東西 還要去買午餐肉 買小腸 買了3匹肉 我不知道夠不夠 應該夠了 因為外子的朋友說 未吃過部隊鍋 為什麼你會做的 我沒有說 怎樣做的 都是上網學的 我說 我買了一包 我選擇瘦的 這包是14.34元 是比較瘦的五花肉 很瘦 這包讓我選擇 其實那兩包牛肉片 我都選擇得很瘦 很多人都說 不好吃的 這麼瘦 蟹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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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卡姐的年紀 不是年輕 我不敢吃太肥 如果你太肥 就失去血管 不是不好吃 是沒得吃的 所以我選了兩包 比較瘦 現在我就放在冰箱裡 今天更差 現在就叫其他人去買了 買什麼呢 買午餐肉 我家肯定有 有很多種芝士 還有些小腸 還有些Crimchie 叫他們去Costco買了 我今天就去韓國超市 韓超 他們說 買到這些肉 兩包 我想都夠了 我最喜歡 我最喜歡這包 我覺得很可愛 一顆顆 我平時都會買不同顏色的薯蟹蟹蟹蟹蟹蟲 這種就是 small potato 卡姐 讀書的時候 出來打工 就是這些 small potato 去打工 去做建築生 在西廚那裡 就是這些 形容一些 拖出茅廚 沒有背景 又要出來打工 要听听话话就是这些了 好了,我先放好这些 好了,我现在就开始 做一个汤菜 做三文字 我希望我的大孙可以 煮到这些汤菜 我的孙虽然不是 中国人的样子 但是我教晓他们 全部都喜欢吃中餐的 这些是最无负担的 这些叫做举药 叫做模糊 这些是最无负担的 但是要看看 有些是有fiber的成分 有些是没有fiber的 你最好选择一些有fiber的成分 这里就买了一匹很小的牛肉 因为我的孙虽仍然是发育的年纪 很高的,我那个大孙 经常去打篮球 牛奶就像一罐 罐在嘴里喝 所以他在家买的牛奶 就要耗开 他说你是成冠自己喝的 大家不要和他混合了 你自己写自己的名字 牛奶也是令到 有这样的营养令到人 发育的时候 但是我们这些老人家 就不会再发育的了 所以吃多少呢 可能要有一个运动量去代謝 现在我就把脆肉瓜切割快 这些瓜在加州也很多时候有得买的 听他们说 而且当时我去那边 都看到一些超市 都有这些脆肉瓜买 所以我今天用这些 全部都是在美国 很容易买到的食材 煮一个汤 这个汤是很容易的 也都不需要有什么刀工 如果牛肉 你买不到切好的 其实买回来切也很容易的 我今天全部都差不多 是半成品的 所以我相信 我孙子应该会煮的 这种东西 也都很方便 没有这些瓜 其实青瓜 但是青瓜的味 和脆肉瓜的味 我始终喜欢脆肉瓜 如果没有脆肉瓜 我宁愿会用合掌瓜 但是 应该加州那边有得买 因为他们那边天气暖 我们这边 很多时候 你不一定买到一些 夏天的一些菜蔬的 鲜腐皮 如果没有这些腐皮 我就教我孙子 买一些实的豆腐 有些是嫩豆腐 但是 你煮汤最好是 实的豆腐 我不知道 他们附近 有没有鲜腐皮 在我自己 美国的家 俄立江州 那些唐人超市 有时有 有时没有 那些鲜腐皮 我看到他们 买的那些 豆漿 都是日升豆腐 日升豆腐 泡 日升是不是 我们加拿大的呢 温哥华的呢 我真的搞不清 下次回去 我要闻一闻 他们买的豆漿 也是买日升豆腐 也是日升的 但是 超贵 卖日升豆腐 很贵的 差不多去到 七至八元 美金 一包 那有时呢 我就买他们 当地的那些 唐人豆腐厂 那些 炸了的豆腐角 就拿来煮捷瓜 那我女婿都很喜欢吃 她 真的 她自己说的 前世可能她都是中国人 所以她都很喜欢吃唐餐 我女婿就说 我女婿就说 懂得我女儿 之后才是 那么频繁去吃唐餐 才认识唐餐 以前她的家里都很少吃 那我又问她 为什么她说 可能不懂叫 叫到那些不好吃 不好吃之后呢 就少吃了 这样 后来呢 我女儿又很懂吃的 我女儿真的 自小都 我都会教讨她 哪里喝茶靚啊 水滚茶靚啊 点心正的那些 我就教讨了我的子女 所以呢 后来我女儿呢 那些子女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呢 她们都在她们当地 学校的城市那里 找到一些唐餐 我每次过去 她都带我去吃的 那我女儿呢 她们又结婚之后 现在都经常 就算有时叫外卖 都会叫泰餐 中餐 这样的 都会有吃一下 雲吞面 烧鸭 叉烧都会吃的 好像我现在的孙子 都是一张白纸来的 小蚊仔 你跟她 说英文就英文咯 你跟她说 港府话 就港府话咯 我是坚持跟她说港府话的 我说你们一定要懂的 现在呢 我就给一些 加力油 她腌一腌 这个牛肉 好香的 如果你说我没有 你可以给一些 蒜粉 也有的 加力粉 也有的 有一包包 在西人超市 有得卖的 再不是 你就搓一些蒜头 因为卡姐很烂 有代替 又不想搓蒜头 现在真的卡姐很烂 我刚才给了一些微淋 现在你又先给一些微极 很简单的调味 不要弄得太复杂 我一直都在说 弄得太复杂 不想煮 不想入厨房 其实呢 越简单的调味 我们吃的原材料 即食材的原汁原味 又给一些什么 酱 又要怎样 其实呢 你就吃不到新鲜食材的味 就全部是吃的那些调味品 对不对 我现在这个呢 可以不放牛肉的 如果你是吃素食的那些 完全是把牛肉 减了出来 那你又再可以加些 红萝卜丝 放下去都可以的 是很爽口的 那好了 现在这个汤呢 就很快去 一滚就有得吃的了 记得那些鲜腐皮 那些鲜腐粥呢 是不可以滚得太久的 滚得太久呢 它就融的了 所以呢 尽量 那些汤滚到爬爬爬 的时候呢 就放些腐皮下去 是浸熟它的 那现在呢 就很少牛肉的 我这里 因为我是做过示范了 那我们先去炒一炒牛肉 现在卡姐用这些二结鲜 来炒菜 是真的比较少油 你有没有见到 没什么油的 因为二结鲜的好处就是 怎样炒它都好 如果火不是很大的时候呢 它是不会炒焦的 真是小鸚仔都可以用到 这种鲜 不需要说有什么技术 要拋鲜 不需要搞那么多东西 拋鲜那些呢 就没办法了 你问一下那些中厨的那些师傅 拋得十年八载呢 有职业病的 好陰功的 他们老了之后呢 我有时在唐人街呢 都遇到那些伯伯 他们以前都是做那些中厨的 他说 拋鲜 拋到手 现在手震了 手腕的关节呢 要换了 完全是废了 这样的 所以这种事情 就不要搞了 身体呢 就是自己的 是吧 到不舒服的时候呢 凄凉就是自己了 不要说去 去卖弄厨艺 去做这样做那样 其实呢 要煮出来吃就可以了 摸起了些牛肉出来 其实两边煎一煎 煎香 那我们就放了些 脆肉瓜 下去了 我的脆肉瓜都很大 我是切成角块 我觉得滚汤呢 切成角块呢 吃进口里呢 我觉得是甜点的 你切得很薄的时候呢 你吃不到脆肉瓜那种 很爽甜 所以呢 我就是切成角块了 整包那些 举药 是不是 整天都不记得 怎么说 就放下去了 这些呢 我就切薄片 然后呢 你有鸡汤 当然给鸡汤 最近的鸡汤都没有再煮了 都是煮给妈妈的 都要喝的 那我就用这个味淡 用一个茶匙的味淡 就可以开了这个汤了 我觉得这种味淡 我一直有用 我就觉得它 用了这种味淡 不会像微蒸那样 口渴 口干 甚至它的材料 是比那个鸡汤还要好 所以我一直是用 那这种味淡 其实现在 不一定Costco去买都可以了 你可以去Save on Food 都有这种味淡 现在呢 我又再加少少番茄 我觉得呢 就增加它的色彩 它色彩漂亮 好色彩 就有食欲 是吧 特别那些小朋友 他们觉得五颜六色 那煮出来 就是好不好吃 下回分解 只是那个 颜色都已经很吸引 那现在的汤 就已经是滚了 那我现在就去放这个腐皮 下去 千万千万记得 腐皮不能煮得太久 煮得太久 它就融融了 就没东西吃了 现在腐皮 我就在T字头那间超市买 那它有时都特价的 特价都大概是4元一盒 平时呢 我就会是用半盒的 那我今天呢 就用一盒 煮大锅一点 那其实这些呢 如果你是真的 减肥人士来说 你就吃很多 你都没有什么说 负担 不会有什么罪恶感 是吧 很多人都说 哎 吃多一点都不行 吃多一点都会 哎 肚腩仔都出来 那 那其实真的要去运动 琪姐 零下十几度都出去走 那当然 我不是要个个学琪姐 但是你就算在家都好 你买一个 三四磅的雅琳 回来家里举一下 太重的那些 就怕着有危险 或者是在家 原地踏步 一路看着电视 一路运动 一路运动 我觉得是很别谣的 如果你说 我们有健身房的 那如果我是住阿帕文 那都是下去 踩一下健身单车 动 好过不动 就算你每天 减百多个卡路里也好 那你如果不是说 餐餐大鱼大肉的 我相信都代上得到的 是否很简单 这个汤 是非常之简单 其实举药比粉丝更好 因为粉丝始终 它现在不是纯绿豆做的 很多都是加了淀粉 进去 举药是最好的 它是什么成份 大家上网查一查 好像有些筋径类的东西 它再造成这种举药 是很好吃的 滑滑滑的 比豆腐还好 其实你怎样煮它 都不会烂 我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很快就做起了这个汤 记得如果你说不吃肉 亦都不吃牛肉 你那样就不要放下去了 或者有些人说 我不喜欢吃牛肉 你就放鸡肉 或者肉片 或者完全不放都可以 冬天很多时候都开暖气 开壁炉 都是比较干燥 其实可以做多些 好像一些 汤品 炖品 汤菜 之类的 大量补充一些水分 喝多些水 都是很有必要的 不一定是夏天 出去晒太阳才喝水 其实这个季节 在家里 都需要多些水分 所以有时候 濕濕的 这些菜 都蛮好的 我觉得 还有吃些橙 补充维他命C 除了这个之后 我都做了一片 开放的三文字 又是历史 家里买到沙瓦刀的面包 买到蕃茄 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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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溶掉了 沙瓦刀的 是很简单的 做出砍一砍 切几片 茄子 如果 如果说我没有蕃茄 就可以 製成青瓜片 也可以 甚至 家里有 有 single 甚至 还有一张 好好吃的 如果 purchased 有充分的 傻皮 就能用 擀製 shortly 製 Çünkü 然後用淡鹽水浸泡蘋果 當然水是過濾了熟水 不是水口拿出來用 浸泡鹽水之後 蘋果不會像生瘦一樣變色 用來夾麵包也很好吃 蘋果夾麵包在我們家裡 經常是這樣吃的 又甜甜的又酸酸的 如果買了青蘋果 也可以用青蘋果夾三文治 很爽脆 非常好吃 如果說真的澱粉也有割 我不吃三文治 也可以不用麵包 用火腿片夾蕃茄片一起吃 也可以